好的,那么这一次我们来玩崩坏3 我们称刚刚通的网 好,那我们来玩一下这个版本主推的后崩坏书 首先要起一个名字 这个东西直接关系到你在游戏里面的代入感 所以这种东西一定要起一个跟自己有关系的 你不能说你叫水无悦君 你去骑什么宫口漫画老师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倒一下 这看起来有点像是为了防河血也找的借口 但其实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开放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可以走主线 但也需要像我现在这样去接支线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支线目标居然是个铁憨憨 它居然就坐在这里等死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系统要提醒我它很危险 根据我多年的游戏经验 这种小怪你在背后打它基本上都是一击必杀的 该老子死了你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战斗 那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熟悉这个游戏的战斗 首先就是这个空中连招 这也是这个模式的亮点 所有的角色只要你长按攻击键 你就可以把敌人连到天上去 然后你也可以像这样丢技能闪现到空中的敌人面前 连完一段之后你还可以接换人的专属攻击 就像这个样子非常的酷炫 连斗的话我是自己摸索了一些连斗 当然你想精通的话也可以去参考一些大佬的连斗 总之这个游戏换人出专属攻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然后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卡罗尔 你看它这里满足条件出场就是一个投机 把这种小怪抓着飞的感觉实在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的普通攻击是一个三连斗 连完之后我们蓄力接一个生龙拳 所以玩了之后我们开始打篮球 打完篮球接一个爆扣 然后我们去刷一个小boss 我们准备极限闪避 走啊,你走啊 然后我们直接跳起来 直接接一套它的必杀机 而且它的必杀机只想要半个必杀槽 虽然它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血了 然后我们为了保持在空中先换出男主 然后继续换人接一个空中闪避 闪避接特殊攻击 要是躺下去 然后我们接着刷一个小boss 这一关人就多了起来 这种关卡我一般喜欢先刷掉小怪 因为这些小怪动不动就喜欢超级出口水 所以我们先去把这些小怪给清掉 而且这一关是你的评分越高 你的伤害就越高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是现在的评分 一旦你被打到你的评分是会骤降的 这里后边口水来了 没有关系 你可以看到换人不光是一个攻击手段 你甚至可以拿来躲对面的口水 然后这里小怪我们就吃完了 直接上去A这个小boss 我们直接丢出他的必杀机 然后之后换出男主 又是男主的必杀 那么然后给大家介绍一点小技巧 有些关卡对面掉到界外直接就挂掉了 所以你只要把他丢出去就好了 然后你看对面直接闪现到我头上 直接掉下去了 看到没有 短短几秒之后四个人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们只要把这个人推出去我们就赢了 首先这里我们先破罚 然后跳起来闪避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向 把他丢出去 让我们这里直接A上去 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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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技巧 你可以看到这关的人非常的多 还有一个护甲高到异常的铁甲犀牛 还太妙的喜欢抱在一起玩人体蜈蚣 让我们就要想点办法 比如利用对面的特点 这里我们换出卡罗尔进行步盾 还差一点 再来一圈 再来一圈 一路走好 止まらないから このまま好き抜けれ 好的 我们这一次的风扇就到这个地方 喜欢记得再来点一个关注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